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到了云林斗六这边可以来谷坑的绿色隧道来走走 那这边的话每到六日还有连续假期它会有一些摊贩 其实它一开始就是以卖农产品的摆设为主 但慢慢的因为人潮越来越多 那所以大家都会在六日的时候过来这边逛逛走走 那等一下我们去看看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地方 那我们Go! Go! 谷坑绿色隧道这边呢还有一大片的草坪 可以让小朋友呢可以在这边尽情的玩乐 玩球还有放风筝 大人们呢在旁边都还可以做个野餐喔 超广大的草坪 你要去放风筝是不是 对啊 好 到底会不会放啊 刚刚在做开场的过程呢 爸爸已经迫不及待先去买东西吃了 看 这是双色的 双色的地瓜球 还蛮大颗的耶 紫色的芋头再加上地瓜 好大颗喔 它外酥内卵的还蛮好吃的 嗯 不错 爸爸只是刚刚走过去随便买了一下 嗯 第一个就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不错 为什么你的脸红成这样 就是 对啊 刚刚跟猴子一样跑来跑去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两边的树呢 它就是那个芒果树 那样子 然后所组成的一个领印大道 你看双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喔 我们现在来的时间是两点多 所以两边的树印呢 让呈现这一条路线呢非常的凉爽 先街头艺人的表演 这边有一处好大的沙池喔 可以给小朋友玩 来到谷坑 我们来喝喝看谷坑的咖啡 阿嬷叫了一杯西西里气泡咖啡 喝喝看 好漂亮喔 双层 对耶 下面那一层是柠檬 那喝的时候再把它两层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好 知道 谢谢喔 嗯 咖啡故事 对 还有加了上气泡水 谢谢 哇塞好大声 哇塞 嘶吼的叫 所以你不要让我这样嘶吼的叫 妈妈买了西西里咖啡 它是双层的 下面的话它是那个柠檬 那上面的话是那个有加上气泡水的咖啡 那我们来喝喝看喔 欸好好喝耶爸爸 那个柠檬跟咖啡所融合在那个气泡水里面 所以味道的话来讲不会有咖啡的苦涩 然后又有带点柠檬的香气在里面 比7-11的好喝 而且它不会很甜 这样子 7-11那个柠檬它是有加上 它是柠檬糖浆 但是它是是纯正的柠檬汁 所以加上去真的蛮好喝的 料妈妈钓鱼烧 好可爱喔 剛剛去买那个料妈妈钓鱼烧 好可爱喔 鱼的造型超可爱的 它里面的话呢 它有那个奶油的内馅 热热的刚做起来蛮好吃的 好不好吃 没有 你不喜欢吃喔 它就想喔 整只鱼吃掉了 还有两只鱼 啊 还有一口吃 你是大鱼吃小鱼就对了 你看我刚才在路上有看到一些小朋友在开 这个小哺哺原来是在这边租的 好多车子喔 可爱 好这边是气垫乐园 好这边是气垫乐园 哇 我们来到蜜蜂故事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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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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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你们如果到这边来的话 不妨来这边常常倒地的谷坑咖啡 它的咖啡呢 它越带一点点一点点的肥酸 本身是很怕像曼特的这种有酸味的咖啡 这边的味道来讲 我觉得它有点介于像蓝山一样 就是比较平顺一些 所以到这边来谷坑呢 那你不妨可以来试试看 这边的谷坑咖啡 老板先煮糖咯 好妈妈要拍哦 你明天早点来好不好 我在想我今天看的生活不好 哇 啊你来的时候 那边去那边太短了 再挖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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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挖了吗 没啦再挖了 你叫我妈妈找鸡 中鸡 嗯 你要哪一只要 中鸡 中鸡 对啊 就算每次大鸡 玩猫头鸡 那是孔雀吗 它是孔雀 比比小一点 健康 那是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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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喜欢它孔雀 那是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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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看是什么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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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啊 对嘛 我也挺孔雀 你要不要叫孔雀 就拍一下别人 我也觉得是孔雀 好厉害哦 那是孔雀 那是孔雀 啊惨了 看成鹿了 呵呵呵呵 那是孔雀 你这样老板会生气气 明明画的是公鸡 啊 公鸡好了 嗯 公鸡 那是孔雀吧 对啊 哈哈哈哈 嗯 嗯哩哩哩 市集上很少看到这种 化糖的那种工艺 所以刚好呢 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童童看得到 这样 还不错哦 帝王蟹肉棒 我刚刚去买的那个帝王蟹肉棒 然后上面的酱 它是那个明太子酱 再加上一些海苔粉 嗯 好 那妈妈吃吃看哦 它不是真的蟹肉棒 它就是那个 我们就是在吃火锅料的那种 蟹肉棒那种的 算是鱼浆制品啊 嗯 嗯 不要这样嘛 好啊 不要辣就好 辣掉要不要 不要 这是刚才我找到了一家 阿嬷她做的那个米肠 手工米肠 然后里面她有用到那个红葱酥 然后跟花生 她去做 那你看那个皮超级薄的 那阿嬷有先帮我淋上了酱汁 嗯 那我们吃吃看它的口感如何哦 这种手工做的米肠呢 特别有嚼劲 然后阿嬷做的这个米肠呢 它就是皮很薄很薄很薄 它的糯米很扎实 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这是老人家做出来的味道 有阿嬷的味道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 谷坑绿色隧道这边来逛逛走走 顺便来吃点东西 那这边很凉爽 其实它两边的树印的关系 所以整的整条绿色大道 大家可以从我影片当中去看到 你要晒到太阳的机会真的很小 真的 外加它有一些很棒的一些小吃 然后也有卖一些那个农产品 大家不妨可以来逛逛 这条路其实蛮长的 大约约末 差不多有两公里这么长 最棒的话这边还有很大的草皮 适合来这边做野餐 然后小朋友玩乐 那也有一个沙坑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很适合让小朋友这样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大家有机会到了云云谷坑这边的话呢 可以来这边走走逛逛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还要开始小银铛 好 那身回妈咪的我 就是要带着你们发到的顽皮下去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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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